今天晚上U20是青赛小组赛的比赛将会进行最后一轮的争夺,这也将决定各小组的出现队伍,赛前夺挂呼声挺高的中国女足好像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。 在第一轮比赛中女足姑娘们表现十倍神柔,上半场依靠投球先下一分,下半场开赛不久,美女球员沈梦宇又强点攻入一球,随后女足姑娘们顶住了海带女足的疯狂进攻,最终以2比1的比分全取三分。 第二场比赛,女足姑娘的表现要强于德国女足,但是最终德国凭借两利运气球战胜了中国,今天晚上中国女足将对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尼日利亚队,只有获胜中国女足才能小组出现,占平或者踢输都将会被淘汰。 尼日利亚因为比中国女足少输一球,因此她们占有优势,只要打平就能出现,然而就水平而言。 尼日利亚女足比中国女足,还是差了很多的,因此更多的人更加看好中国女足获胜出现,而中国女足也需要一次出现来一世前耻。 半夜市青赛亚洲参赛的三支球队都遇到了麻烦,朝鲜首轮就输球了,目前出现形势比中国还要惨,即使打胜,也要看别人脸色,而日本女足在上一轮也输给了西班牙队。 目前日本所在的小组形势是,美国一胜一负,日本一胜一负,西班牙两胜,美国要在最后一场战胜西班牙才能存在出现可能,日本要想出现也必须战胜巴拉圭。 基本来说,日本和美国两强,终将有一支队伍会被提,前淘汰,在亚洲区获得世青赛的参赛资格比参加世界杯的资格还要难,亚洲区参加世青赛的名额只有三个,而参加世界杯的名额有五个。 本次亚洲参加的三个队伍是朝鲜女足U20,日本女足U20和中国女足U20。 今天晚上,22点30分,希望大家都离开手机,坐到电视机,前位女足姑娘摇起呐喊,也祝中国女足能战胜明日利亚获得小组出现。